当天地混沌的时代 曾经有个人类与妖怪和平共存之地 也是文明与信仰的源头 桃源乡 然而现今却 这个世界布面的气息蠢蠢欲动 妖怪也开始违背作乱 在桃源乡遥远的西方 天主有着足以控制这些妖怪的人 快点下来啊 像你这种下人不能吃那些果子的 真啰嗦哎 没关系啦 有那么多我吃一点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了 吵吵闹闹的 三藏先生 麻烦您 请约束一下您的随作 他正在吃要献给观世音菩萨的盘桃啊 这跟一般的桃子一样啊 什么随作 我才不想要这种随作呢 可是那个 哎 悟空 吃完该上路了 去哪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才听吧 你这只笨猴子 老兔 你干嘛打我 你不要再问了 快点去换衣服 再啰嗦我就把你丢下来 我带你去 我知道了啦 哎呀 每次都这么伤脑筋 真搞不懂啊 像三藏先生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捡回这样的无赖呢 你说的没错呀 想要在人背后说坏话 最好不要让人听见 我要捡什么丢什么 是我的自由 三藏 你捡到什么吗 少啰嗦 你找死啊 问我为什么捡它回来 其实我才想问呢 哎 你刚才一直在呼唤我吧 我刚才没有呼唤任何人呢 奇怪了 你是什么人啊 不要想骗我 我一直听到你的声音 实在是很烦 你不要再吵了 来吧 我带你走 不然能怎样 等等我嘛 三藏 要去哪里呀 三藏 快说话呀 你再吵的话 我就把你砍了 那你快点告诉我 要去哪里嘛 去找八戒跟木迹 然后 然后怎样 前往遥远的西方 加油哦 乌姬 你好在赢哦 不可能的 我是两队 也跟K各一队 真巧啊 我也是两队 Queen一队 跟Queen一队 应该叫铁直吧 你好讨厌啊 好厉害啊 拿去吧 强盗 不好意思啊 藏子 因为我有女人缘 老是拿到Queen 住手 这个家伙完全丧失正气 到底怎么回事 叫你住手 还要来吗 这一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好吧 那就别怪我了 难得找到一个好牌大案 好大的雾啊 白龙 开雾灯 来不及了 白龙 恢复原形 你没事吧 你是 你是怎么了 难道你是跟你父母亲走失了吗 你好 我叫八戒 你叫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你要不要紧啊 你不需要害怕 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 嗯 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 嗯 也许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不过 也已经很相像了 很晚了 快回家吧 你看他的样子 好像疑伤是他自我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白龙 嗚 凌 凌 哼 怎麼都出來了 難道今天學校放假嗎 不過很可惜 大哥哥我有急事 沒時間陪你們玩 這裡充滿了不想的氣氛 難道背後有元凶 這下子麻煩可真是大了 白龍 你說怎麼辦呢 我好餓喔 善善 還沒動嗎 我餓得走不動啦 我在救你啊 吵死人啦 馬上就到了 你快點走 笨猴子 不要 我餓得一步都走不動了 我快餓死啦 真受不了 平常要殺你還真是很難 因為我是充電師的 少胡扯 那你就快點叫八戒跟白龍來接我們不就好了嗎 少啰嗦 快給我走 拜託 幹嘛沒事突然要找八戒跟悟靜嘛 你倒是說話呀 三子 我想確定一件事 你想確定一件事 昨天 長安邪陽殿的三佛神召喚我 北方天地使 玄藏三藏拜見 很高興看到你來 玄藏三藏 是 由於事態緊急 你 抱歉叫你趕快 哪裡 我想你應該早已經感覺到 這個世界產生了意義 從西方到東方 整個桃園鄉都遭到了妖怪的侵害 所有的妖怪忽然變得凶暴 而且喪失了自我 沒有錯 現在的人們畏懼妖怪 終日生活在死亡恐怖之中 桃園鄉根本名不符實 簡直是地獄的縮影 元凶到底是誰呢 全藏 你可知道牛魔王 牛魔王 牛魔王 全藏 你可知道牛魔王 牛魔王 難道說 就是那個不願與人類共存 隨性吞噬人類的那個大妖怪嗎 沒有錯 可是牛魔王已經在遙遠的五百年前 傳說被鬥神太子葬在西域天竺國的費登城 永世不得超生 牛魔王 現在卻因為某種命令 即將付出 而且被施以禁忌的污衆 變成化學與妖術的合成體 禁忌污衆 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原本化學與妖術是不相容的 特別是與人類結合 是最大競技 這將讓萬物平衡崩潰 引發負面的波動 難道說 這也就是最近妖怪變得凶暴的原因嗎 很有可能 玄葬三藏 我現在命令你 帶著過去跟隨你的悟空悟盡八戒 前往元凶所在地西域天竺 找出究竟是誰想讓牛魔王復活 又是為了什麼目的 務必阻止牛魔王的復活 為了召回妖怪們的自我 讓桃園香恢復成和平安定之地 遵命 嗯 也就是說 什麼都好 我們去那個天竺國 阻止牛魔王的實驗不就好了嗎 你看事情變得很簡單了吧 唉 你這傢伙 放輕鬆放輕鬆 我們吧 上次出發吧 你聽我說 你要找霧鏡跟八戒確定什麼事啊 是因為 去死吧 主要爆 主要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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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太慢 不准动 蠢蛋 你以为用枪就可以击毙妖怪吗 你太天真了吧 我看你才是蠢蛋 告诉你 这可不是一般的枪 这是斩妖除魔的生灵枪 去死吧 等 等一下 我看你啊 还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修行吧 三子 难不成这些家伙也是 全都是倒向牛魔王的妖怪 他是人类 吃啊 吃掉他 太大意了 这么多妖怪我眼睛都花了 你们终于来了 看来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最后 还是非我们不可 无尽 拔剑 嗨 各位 好久不见啊 嗨 你们还好吧 臭和尚跟笨猴子 别叫我笨猴子 你这个好色的河头 那叫你呆猴子好了 呆猴子也不行 我怎么不行啊 两位 算了吧 你不然就呆嘛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感应到这里有大量的妖气 现在看起来 全桃园乡还能够保有自我的妖怪 就只有我 悟静还有悟空三个人了 打死你 笨蛋 你再修行个两亿年吧 算了 反正他也听不到 可恶 先找那个比较弱的家伙下手 他非死不可 哎 八戒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的 哈哈 不好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用 我也是现学现卖嘛 没想到威力蛮强的 你说够了没有啊 你们看 他的肖口跟金环 妖力质与装质 你们三个人也是妖怪吧 吵死 为什么背叛我们 想知道吗 活着再告诉你们 三佛神 我有件事想请问你们 能不能请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要认名那三个妖怪呢 他们的确是妖怪 不过同时他们也有仁性 所以才能不受负面波动影响 保持着自我 玄奘三藏 这一点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吧 不过 讽刺的是 过去的伤魂 现在反而成为纠缠住你们的蜘蛛网 不一与妖怪对抗的力量 还有那份精神力 他们是我们人类最后的王牌 其实对于他们的实力我也非常的认同 但是只要在他们的体内继续留着妖怪的血液 那些血液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淹没理智 跟我们反目成仇 信赖他们三个人等于就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不管是真是假 事实都无法改变 玄奘三藏 事实上任命他们三名妖怪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天界的观世音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我实在觉得很惶恐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相信我自己 自从我失去无以取代的东西那刻开始 至今仍然一样 那么三藏你就开始相信自己的心眼吧 自己的心眼 你现在再去找他们心眼确定一下 然后找到自己最需要相信的东西 最强最强 最需要相信的东西 等等 你们这些叛徒 居然当无能傲慢人类的同伙 你们再也没有归属之地 最好再考虑清楚 回到我们这边来吧 妖怪王国万岁 等等 哼 说什么无聊的话 什么人类同伙 哼 我从出生到死 都是自己的伙伴 相信自己的心眼 悟空 不 武技 八戒 借 走吧 去西方 看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